嗨 哈囉 今天我們這個夜間廚房跟我們上次的脆皮燒肉一樣 是要來做前置作業 所以是早上開水牌 所以我們今天會命這個太陽是挺大的 不過我們這個打開的話會嚴重廢光 所以說我們今天先把它拉起來 OK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東西是我們這個蜜汁叉燒 我們上一次做這個脆皮叉燒我是覺得非常好吃 就是雖然油了一點但是不錯 那我們今天做這個蜜汁叉燒的原因是前幾天我重新看了一次十勝 好看 真的是好看 所以說我就想說 唉呀 那我就自己來做一個暗藍銷魂飯 那當然是那個蛋的部分呢 我是覺得我應該不會覺得那麼漂亮 所以說 到時候做出來那個蛋的東西很醜 但是我覺得這個叉燒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試做這個蜜汁叉燒 好啦 那我們現在非常多說 我們今天就來處理我們這個 米花肉 蛤? 蛤? 你就是 狗羊正經 錯 你就是暗藍燒完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呢就要來醃我們的這個豬肉啦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兩個豬肉呢先給它丟進來 那我們選擇的部位是這個米花啊 豬米花的部分 好 然後呢再來呢我們就要下我們的這些醃料的部分 醃料首先那些配料呢有我們這個薑末 蒜頭 洋蔥 這個洋蔥呢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 最後那一段你們就記得 周圓茨講了一句 因為我加了洋蔥 那個評審流列的時候 哇 那一段 欸 這個洋蔥是一定要加的好不好 我們不能忘記它 加進去 雖然說我不知道加洋蔥用出什麼 但是沒關係 他們怎麼做我們怎麼弄 然後還有五香粉跟白胡椒 全都加下去 那再來呢這個加入我們的這個 這個 附蠔油 米酒 那我們米酒剩下這一點點的 我就覺得直接全加了唄 就全加 好 然後我們的醬油 好 那再來再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這個 蜜汁烤肉醬 這個蜜汁烤肉醬一定也要加下去 不過呢這之前 洗一下這個湯匙 那湯匙洗好之後呢 我們加入我們兩大匙的這個 蜜汁烤肉醬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稍微的幫這個我們的豬肉抓醃這個動作 好 各位 那我們經過了這個13個小時的時間呢 我們現在呢就要來這個 烤我們的這個蜜汁叉燒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這個 梅花豬的其中一塊拿出來 好 那我們把我們那些蒜末加末給抖一抖 好 抖掉之後呢放上我們的這個烤盤 OK 那我們等一下在烤的過程中呢 大概我預計會烤大概40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在中途呢會把這個肉拿出來 然後上我們的蜂蜜 就這樣子 反正就至少上個兩次吧 就是兩面各一次這樣子 好 那大致上就這樣 那我們待會呢就是進烤箱之後呢 就先去煮個飯 然後待會我們就來呈現一下我們這個暗藍小混蛋 好 各位各位我們經過了30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把我們這個蜜汁叉燒烤好了好不好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也塗了這個大概有三次的這個蜂蜜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應該等一下吃起來會非常非常的甜啊 好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切我們的這個蜜汁叉燒 來 給各位看一下我們這個蜜汁叉燒的橫切面 有效 真的有效 好 OK 那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做我們這個暗藍小混蛋的擺盤 然後待會呢就來試吃 好的 各位我們剛剛這個擺盤了還有這個禁燒麵全部都看完了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吃我們今天這個傑森版的智製暗藍小混蛋 OK 那我們這個先來吃一口我們的這個叉燒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各位啊 好吃 真的是好吃 哇 那個蜂蜜的甜 然後 放在那邊邊也要吃一點微微的椒的味道 哇 好餓 哇 再來 我這個荷包把蛋黃一弄破 這蛋黃應該是有點太小了 哎呦 蛋黃流出來了 各位看一下 唉呦 還有一點那個 還有點生啊 哎呦 這個蛋黃就是要裹著這個白飯啦 哇 過癮過癮過癮 好爽 那個蜂蜜真的是 有增加這個 這個叉燒這個口感的風味 甜甜的 好過癮 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做出這些東西來 自從上面做完脆皮叉燒之後 然後又做了油肌 又做了這個 我真的覺得啦 到時候之後呢 會不會哪一天我自己在那邊灌香腸 我都覺得有可能了好不好 然後吃一下我們這個 裡面最無聊的清香菜 爽 吃到這個東西 雖然我想到香港 我那時候 跟我媽還有朋友去香港玩的時候 我們就點類似這樣的那個 這種餐 它就是很簡單 肉 蛋 菜就這樣子 然後它不像台灣會有很多其他的配料 可是 光是那樣吃起來就有點過癮了 好不好 所以 好想念香港 如果有機會 我一定要再去玩一次 真的是好好玩 香港真的是好玩 而且好好逛 今天這個叉燒 我覺得 這個時間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讓它 再短一點 不用到那麼久 我覺得大概 二十五分鐘左右 就差不多 然後這個 溫度的話 就大概 我轉一百八剛剛好 因為我看眼睛都轉兩百 就想說 兩百 會不會太熟 所以我就轉一百八 剛剛好 然後大概二十五分鐘左右 就非常完美 OK 雖然我今天是用三十分鐘 不過呢 我就覺得因為三十分鐘的關係 所以導致我就 膠的部分比較多 雖然說這個膠呢 其實 其實我覺得這個味道還不錯 不過呢 如果這個膠的東西 再少一點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 對 因為它畢竟有點苦味 那 不一定每個人都喜歡這個味道 對 所以要說給今天我們這個 第一次做這個蜜汁沙糕 這個分數的話 我給它一個 八點五分 好吃 真的好吃 而且不難 OK 我們現在還有一塊在這邊醃 今天晚上 我們再來烤一次 OK 就這樣 那我們這個 就下一部影片再見 那假如說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照出去 那我們再次見 掰掰 我們看我們 我們有一點點 我們大概能:「